星洲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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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粉 米粉是怎樣 米粉 米粉 乾米粉 用水浸開 冷水浸 辣肉腸 如果有叉燒 就用叉燒 咖喱粉 蝦 蝦 蜥 蜥不關 還有 青椒 紅蘿蔔絲 切絲的辣肉腸 還有 蛋皮 蛋皮 會切絲 蛋皮煎得很漂亮 圓滑滑 像月球一樣 有人在吵 看看是誰 是卡卡 是餵食的卡卡 你怎樣啊卡卡 你很想吃 嗯 嗯 好 拿起蛋皮 蛋皮一會兒 那現在呢 就放紅蘿蔔 和辣肉腸 因為 紅蘿蔔要些時間才軟 所以我就會先炒 它 青椒反而就快點軟 紅蘿蔔要些時間 這個時候就不要加調味 因為辣肉腸也有味 另外 如果加調味 就炒米粉的時候 加 紅蘿蔔 紅蘿蔔呢 難軟 所以我們呢 嗯 用蓋子蓋著 烤一會兒 卡卡請你吃 給你試味 紅蘿蔔 紅蘿蔔 如果辣肉腸可能就會吃 紅蘿蔔 你看 它嫌棄 聞聞聞聞 舔 吃吧卡卡 都是不吃 都是嫌棄 那呢 紅蘿蔔現在差不多軟了 就放青椒 青椒很快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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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趁這個時間呢 將蛋皮切了大約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不要太幼 因為如果太幼 因為如果太幼 它炒起來斷了就不漂亮了 那我們先看看青椒 差不多了 原來蝦呢 是連同竹籤的 這樣 如果這樣 我看它這麼有誠意 我都 把蝦捲起來 這樣 一會兒就像蝦串燒一樣 放在麥芋粉上面 多漂亮 不錯 蝦蝦蠔也挺大隻 蝦蝦 下次可以買這個 還有一包醬 這個10磅有三包 上次買了這個 買了這個蝦 有一包鱈魚 和一包三文魚 蝦都差不多煎完了 原來這包醬呢 是辣的 有些芫荽有蒜頭 有辣椒 然後呢 拿起了蝦之後 我們就先下了咖喱粉 爆香的咖喱粉 直接下鍋 因為呢 想它 比較香 如果下了米粉 才下咖喱粉 就會沒那麼香 即是讓它粘在鑊上 受熱 熱一點 就會比較香 當然不要讓它拌 然後呢 才放過米粉 要剪一剪 米粉 要剪一剪 因為太長炒起來 有困難的 然後呢 然後就下了 蛋皮 青椒 辣肉腸 還有紅蘿蔔絲 炒星洲炒米呢 秘密就在這裡了 雖然說炒 但是呢 就不要用鑊鏟 用筷子 用筷子 撩鬆去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下了 調味 即是 下鹽 你喜歡下雞粉就下雞粉 可以上碟了 然後就放蝦上去 好 好了 我們可以拿出去吃 可以開餐了 這個就是今天 介紹給大家的星洲炒米 很容易做 有飲料 配上一杯薄荷梳打 看看這個小朋友 哇 馬上離開了 這個你沒東西吃 我一會兒請你吃 免治牛肉 謝謝收看 你們有什麼想 看看怎樣做的呢 可以留言給我 甜品也可以 中菜也可以 西餐也可以 哇 這盒醬呢 很好吃 很好吃 它是像泰式的 我覺得有點像青檸家 辣椒一樣 好吃啊 必買啊 下次再買 好了 一會兒再繼續吃 這個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沒有走數的 這個就是 阿卡卡的 星洲炒麵前牛 來的 請享用 不是很棒啊 好棒嗎 阿卡卡的 你們 比不完尾 能量 一定我們 可以 好好看 我們回一下 我的功能